哈喽各位视频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了大兔兔的故事 而相传在四角军女部团当中有个传说中的玉三家 他们分别是欧希丽丝的狗团子 欧贝利斯克的巨熊兵 太阳神的乌龙倩 而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是欧希丽丝的故事 没有错他也拍电影了 哇我这个和仙姑父不是我波克时期的同行吗 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转到了一个魔法学院 从简节和拍摄手法来看有一个帅哥登场 他就是本剧的男主名叫杰克 我们学校充满了爱充满了和平 紧张 怀怀 脆弱 你不想来这儿啊 这是模拟AK 他的法术就是能读懂别人的内心 就是这个feel 就是这个熟悉的感觉 一种雷片的感觉扑面而来 这个学校里面分了各种团 例如这个Cosplay春绿的功夫团 一群四马脸的哥特团 那你们可能会说 诶那个狗团子在什么地方呢 我暂停给你们看啊 诶怎么说牛的 没有错这个人在这部剧里面基本上是个路人 所以全层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都会以暂停的方式以方便大家发现他 把良心阿破主打在公屏上 接下来出现了一个叫做下美将的人用超能力直播 这个人我记得在两年前我还做过他的游戏 最糟的是这个富二代女团 最贵族最土豪的一个团体 有钱就是他们的法术 哇哦 从设定上来说 女主是一个没有觉醒法力的马瓜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同学们都表示非常的轻蔑且嘲笑 高能来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学校的日常 不止如此 这部剧它会随时触不及防地给你植入广告 我让你们欣赏一下这植入的有多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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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他们的使用是用手的加速器 是用手的加速器 他们居然用了神器 你说你们怎么不卡呢 这把不算 等我打开讯油 再来一把 哇 这个广告 真的惊得我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女主拿着一个冰淇淋进来了 接下来导演应该是要表现一段校园霸凌 但这段霸凌又把我惊呆了 只见一个艺人美少女打了一下响指 然后女主的冰淇淋就化了 女主一看 啊我的冰淇淋没了 哎呀 好可怜 噗的一下 就被水浇了一点 随即天空中降下了彩色的羽毛 然后全场的美少女就进入到了一种大声格的状态 妈呢 女主感觉自己被排挤 非常的难受 疯狂的摇头 这个片段还是我剪过的 她整个持续的几分钟 我也在玩泼水节呢 接下来校长和杰克开始讨论女主的法力问题 有没有觉得这个校长长得和小陈一毛一样 接下来又是一段校园日常 趁现在我们来玩狗团子 大家来找茶吧 哎 怎么说 牛大 这个人到现在为止 每次登场的时间不超过两秒 然后就到了晚上的操场 哇哦 转过的法力是闪电五连边 为了揭发她的潜能 杰克使用了电击 随后为了推动主线 某些团的人失踪了很久 而就在这时 是呀 小罗 我现在没将他们 很久没来上课了 她说话了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狗团子的巅峰演技 今晚十二点 来我家相见 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你们会说 六道老师啊 这有什么好巅峰的 哎你细品 这段戏是要演出一群死巴婆的嘲笑 我们再来看狗团子 这个时候周遭都没有什么反应 你看她 这轻蔑的眼神 一抹玩味的微笑 现在乐祸的神情 就像给她脸大嘴巴子 她为我们展示了如何 一句台词不说 就用眼神和表情表述台词 就像这段 我看你想说啥 看老娘 咬不死你狗子的 接下来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部剧的反派事例 大哥你们是如何跨语言沟通的呀 反派里面还有个角色说话像唱Rab 大哥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话呢 这个杰克呢是个吸血鬼 因为男女双方已经产生了感情 所以女主让杰克吸血他的血 好家伙 我的吸血鬼男友啊 总之后续剧情就是 魔女学院为了迎接这场大战 众人开始疯狂的练习魔法 妈妈 她会三分归元气 杰克本来是吸血鬼 但是因为爱情 占到了魔女这边 这个时候狗团子说出了 他的唯二台词 也是最后一句台词 那就是 你这个节目效果拍Vlog不给你全剪了 然后为了表现这种大战的效果 两边人就开始互相往对方的翻线跑 Boss都看懵了 你们干啥呢 这个时候狗团子还放了一个波看 神情十分的凶神恶煞 接下来剧情十分二次元 杰克帮女主挡了一个技能 女主很愤怒 然后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人 我们把力量都借给他 就这样大家把力量都借给了女主 然后女主一个超级闪电边抽过去 就直接把Boss给抽死了 对你没有看错就完了 哇Boss出场一招秒太牛了 最后狗团子开心的跳起了 他们的女弹舞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我深刻的明白 他为什么沦落到 到视角之家去当女主 好那么如果你喜欢本节目的话 可以关注小丸子家 如果点赞过五万的话 就带你们发掘更多 Apple主不为人知的影视作品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